香港的房屋供應不只是量方面仍然短缺 很多市民還愈住愈小愈住愈貴 樓價比起2013年上升了接近六成 納米、樓和劏房的問題愈趋普遍 不少家庭要花上過半的收入用來供樓和交租 不但影響了深滿的質素,加劇了貧富的差距 亦令社會的怨氣不斷增加 引申不少社會政治以至管治的問題 我的第一項建議仍然是要求政府制定人均居住面積 讓港人住大一點、住鬆一點 長遠房屋策略只是講單位的數量 不講面積的大小、間接、座長、房屋單位的納米化 現時出租公屋規定人均室內的面積不少於7.5平方米 即是81平方尺 但對於私樓,政府就沒有訂定有關的標準 近年有些納米佬實用的面積只不過是百多呎 但往往不是住一個人 劏房的情況就更差 幾十呎的單位隨時住在一家四口 連基本的生活空間都不夠 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普查 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積是161呎 新加坡是323呎 剛剛是香港的兩倍 但新加坡總陸地的面積只是香港的六成半 反映香港的房屋問題 不單純是因為沒有地 而是因為政策不到位 政府對港人的居住環境和質素缺乏目標所致